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规依佛 规依法 规依身 开经济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大众请放掌 并 bulk 各位菩薩同修 大家吉祥 安逸佛佛 我们连续三个星期 我们上课共修的重点 是生命之轮 传统上对生命之轮 也就是所谓十二支元起法的轮回观 是用过去式 现在式 未来式 用三式来解释的 不过我们这一次在上课的内容上 我们会比较多的比例 是要跟同学们探讨 在当下一念 在我们当下正在进行的事件当中 他就会完成一个十二支因缘法的 这样的一个流转的历程 这个从三式因果上来看 十二支元起法 跟我们在当下的这个事件当中 我们认为也一样完成了一个 十二支元起法的 这样的一个流转的历程 这两种不同的解释 我个人认为是互补的 就我们个人的修行来讲 我们随时都要觉知到 观照到 如实地理解到 在我们每一个当下的事件当中 一个十二支元起法 正在进行 正在完成 而在这个当中 我们如何能够在每一个事件的 十二支元起法的一个完整的历程中 来提升我们每一个人自我的修行 自我的觉知 自我的开悟的过程里面的功课 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 那么从一个 我们对社会大众的一个在解释 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历程发展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扩大地来看 所谓十二支元起法 它是在过去是 现在是 未来是 在三世的流转当中 在三世因果的这样的一个 推动的过程中 是以三世来体现的 所以我们希望同学们能够 对这样两种的诠释 同时能够用一种复谱的观点 来做一个更深入的 更带有实践意义的这样的一个理解 上个星期我们特别借用了 张成基博士的对阅历论的 佛法的阅历论的这样的一个 所做的几个重要的一个解释 同时我们也特别引述了 佛师比丘 那么他从十二支元起法 在当下一念 当下一个事件中 完成的论述里面 谈到元起的法则 那么他对元起法则的这个诠释 是特别重要的 所以因此我想今天要请 那个Grace跟慧宁菩萨两位 继续来把这个十二支元起法的 元起法则这一部分 那么一起来为大家 带大家读一下 Grace please come front 两位都坐在前面来 哦你要读是吧 好好那也行 第三 在元起的语言中 没有所谓的乐 只有苦和苦的止息 因为乐是常见的所依 所以元起中不谈乐 除非用在日常忧郁的解说上 才把不苦的状态当成乐 如说涅槃是无上的乐 以方便契合道德的教诲 这一点我觉得是 我们平常会舒服的 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受 就是感觉 通常是会在苦乐两端当中 来回摆荡 然后有时候会处在一个中间的状态 就是不是苦也不是乐 是一种比较中性的感觉 那么佛教把这样的感觉叫舍 但是佛师比丘他说 我们在苦乐两边摆荡的时候 当我们的注意力放在那个乐的这一端的时候 其实就在那个地方 我们会产生常见的执着 而这个常见也就是自信见的根源 就是因为有这个常见 以为一个东西是可持续的 就把那个持续的假象 当作是一种横存不变的 有实体的自信 所以龙树菩萨在中论里面 特别是在第十五品观有五品里面 谈到我们自信见的起源 自信见的三个重要的起源 其中起源之一 就是跟我们以为 有一个时间的恒长性的一个延续 这是有关的 我们大部分的自信见 都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东西在持续 以为有一个东西在持续 比如说水在流 那水在流的时候 你看到水持续在流 所以你就觉得有一个东西在那儿 那么那个时候自信见的投射就产生 我们学佛者通常比较不会 从这个地方去看自信见的这个源头 但是自信见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如实观照 它的空性 那我们学佛的时间越长 我们在佛法里面做的功课越多 也许你没有觉察到 原来你的自信见也在那一段不断的滞长 那有了自信见就必然会有我见 有了我见它自然就会延伸成为我所见 而且在世界各种文化体系当中 很少有一种文化呢 它可以把我抽离掉 好像把我抽离掉你话讲不来了 比如我看见你了 你看我要放在最前面 我不舒服 我放在最前面 所以你的世界 你的世界观 你对这个世界的这个认知 通常都是以那个自我为中心的 有了这个自我 你看这个世界 就会受到那个我的那个立足点 来决定你所看到的内容 所以譬如说我现在往前面看 去看同学们在座的同学 有的高有的低 因为这是从我的点 我的立足点去看的 可是如果你有另外一种 生命的一个立足点 它是没有一个点的限制的 就是你看它就是全面性 Totality 一个生命的一个全面性 全整性 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佛时比丘呢 他提了两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在这一段话里面 第一个他认为 我们对乐的执着跟 对乐的一种持续性的这种心理投射 是常见的所依 就是我们的常见 常常是离不开对于我们乐的 这个执着的持续性 然后第二个 他明白的指出 佛陀说摄生里面的苦胜体的本质 相对的苦与乐 都不是恒常的 都是无常变动的 但是问题是我们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会把那个我们所执着的苦或者是乐 把它真实化 然后从苦乐当中就产生我们情绪上的进一步反应 也就是十二支缘起法里面当中的 从受接下来就有爱 就是会有相对的爱恨 然后从这个爱那个法里面 那一支法里面呢 然后又延伸什么 取 就是有你的执着 所以我想希望大家要注意到 我们今天从上个星期到这个星期 我们一直在谈那个十二支缘起法的时候 大家特别特别注意到 触了这一支 触 就是六根对着六成 那个触了那个当下 其实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无明最直接的一个触发的地方 我们所有的这些无明 都是在六根对六成 触了那当下 因为少了正念分明 因为在那个时候你的念 也就是你的觉知没有放进来 所以你的触一直在引导着你 向着无明这边偏邪偏移 我们现在讲的这段话是比较 一般我们在理解佛法的过程中 比较少去细谈的 而这一部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的功夫的真正得力处 在这个地方 因此我在我们继续讲后面几个缘起的法则之前 我想跟大家谈生活中三个非常简单的 用功的方法 第一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要注意到我们的 比如说拿一个例子来讲 我们在喝水的时候 我们在喝水的时候 我们不能说水到嘴里面 然后就为了解渴一下就喝下去 不是的 你要注意到那个水进入我们的嘴巴 然后在口腔里面它在移动 然后最后慢慢到我们的咽喉 这个时候你就要放慢速度 为什么要放慢速度 因为你只有在放慢速度的时候 你的觉知会放大 觉知放大了 我们才会对那个很细腻的这样一个处的过程 有了更全面性的觉知 我们的觉知之之所以不限前 是因为我们太匆促 太匆忙 那个流程太快了 快到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 把那个觉知放大 像上个星期 我把一本书递给那个 我们班上的这个慧灵菩萨 他就接过去了 我说不行 你要看着我 慧灵我们再练习一下怎么样 可以吗 你上来你第一本书给我 或者把你的麦克风递给我也行 眼睛不用睁那么大 我的意思是 请注意 眼睛作意的去看是一回事 眼睛保持一种不作意的状态 这样去看到了 就是等一下麦内离开 你不作意的状态下 去觉知到那个状态 这是另外一种 就是我们强调的非常重要的sati 是在你那个不作意的状态下 保持了一个觉知 所以我说你不要用力看我 我们再一次 你看我怎么递给你 不是 我不需要讲话 不是 你太紧了 对不起 来 你看着我 重点是我把这个麦克风递给慧灵的时候 他首先要在接触到这个麦克风的时候 他的手指头跟这个麦克风之间那个觉 保持那个很轻很轻的觉 而且因为他 我慢慢的我会把我的那个手上麦克风 我会交给他 当我交给他的时候 我手上是会慢慢的松开 然后他慢慢的重量就移到他的手上 那这个过程你必须要放大 这是特别重要的 不 你的动作都太快 你请你把它那个放慢十倍试试看 来 再一次 我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练习吧 practice 所以我在佛光大学开了十三年的茶道文化的课 是我们对班上的同学第一门课 你怎么样传递你手上的茶杯 传递茶叶 所有这个传递的过程必须要念念分明 有很有觉知的进行 这个功夫在我们班上 在佛光大学这个班上呢 第一名是我们王儒正同学 儒正兄这一方面功夫是非常做得到位的 这个地 就是把一个东西递给别人 这个功夫做得实在 你重点不是把它放慢十倍 而是把你的觉知因为放慢了十倍 所以你的觉知也放大了十倍 重点是觉知的放大 我们平常如果用功不够 或者用功不得法 不得力 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怎么样把觉知放大 我们就是懵懵懂懂的这样 把时间给耗掉了 把觉知放大是我们学府过程中很重要的功夫 所以我们同学们现在开始要注意到 我在第一个物件的时候 怎么样把那个过程放慢 放慢速度 放大觉知 因为我现在讲的放慢速度也好 放大觉知 其实都是要强化我们对触的这一部分 也就是十二支元起法里面 上个星期我们特别跟大家解释 这个处 你念念分明的去把这个处给放大了 在那个当下有一个事情发生 就是我们 请把那个十二因缘图那个把它放大一下 秀出来一下 十二支元起法的那个生命之轮的图 这一张图 这一张图 我们可不可以只要图的部分 就是那个轮的部分 从那个十二支那个地方 稍稍放大 不要放太快 再小一点点 好 差不多 跑掉 好 请同学注意一下 这十二支元起法 顺时针的走 这叫流转门 就是从无明行 就无明原行行原事 事原明射 这样啪一下往下走 顺流而下 这是流转门 这一个过程 这样一个重复的延续的过程 就叫轮回 如果说我们现在从老死那个地方 再回过来 就是逆时针的方向去看这个过程 怎么样追溯 这生死从哪里来 哦 这个老死是从生来的 老死从哪里来 哦 是从有来的 有是从哪里来 有是从取来的 就这样慢慢慢慢追溯 追溯到了 是 然后这个是从哪里来 从无明来 那无明又从哪里来 又往前追溯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一直向上去 倒过来追溯 这个叫做十二支圆基法的逆观 而这个逆观 逆就是逆过来的逆 我们讲处理轮回 那只是口头禅 因为我们觉得 它顺理而且很顺啊 很舒服啊 不费力啊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轮回的最大的动能 就是我们的习气 也就是我们上次讲到 串习这个名词 那现在我们讲十二支圆基法的逆观 是要逆流而上 上什么 就逆流而去追溯那个源头 什么源头 就是无明的源头 所以十二支圆基法 最关键的一支是第六支 就是处这一支 所以佛史比丘这里在讲到 缘起的法则的第三项 刚才Grace念的这一段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要在生活中去关照 好不好 第四项请慧琳 在缘起的语言中 没有自我的洁生事 所以在缘起里的事 只是指六事 六根与六成相处而生的 如果你企图把六事当作为洁生事 那也可以 然而如此解释六事本身 将会造成 明色六路触寿 且又不断地圆寻 去到缘起过程 你可以用patchdown的那个方式 缘起过程中 最后的有和生 当佛陀从不将事解释为 洁生事 因为佛陀的用意 是要让我们看清 平常感官的六事 就到平常感官的六事 那个地方 所谓洁生事 只有后期的论 论注才提到 他们在不知不觉中 把常见带进佛教中 并成为佛教中的害虫 慢慢地侵蚀佛教 直到瓦结 整个佛教 事实上 我们已有平常感官的事 或缘起无明原形 所引申的事 而不需要有洁生事 这一段话 比较有 有某一个程度的正义性 正义性的原因是 因为他提到 就是在 后期的佛教里面 谈到轮回过程中 所谓的中阴生 或者所谓的中友 那么在南川佛教 或者说至少在 佛子比丘这样的一个论述里面 他没有把这一部分 特别加以肯定 我们现在不要去讨论说 到底有没有洁生事 就有没有中阴生 有没有中友 因为这一块的讨论 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话题 我们在这里要重视的是 佛子比就提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说 当我们在讨论十二支元起法的时候 那个里面的无明行事第三支的事 不需要把它解释为中阴生的事 为什么 从我们佛法的实践角度来讲 那个事 与其把它讲成中阴生 不如把它讲成就是 后面那个六根对六成的那个 那个六事 这是我觉得佛子比丘的这个论述 有他的一个实践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提示的地方 就这个事不要扩大解释成为中阴生 他说你要讲中阴生我也可以接受 但是你如果这样一讲的话 就会跟后面的生老死又混淆了 这是他的看法 那我觉得我们从今天谈佛法 至少回到原始的佛教 回到上座部的佛法 他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说 他比较不希望把这些佛法的名相 把它抽象化 把它理论化 他比较希望所有佛头谈的每一句话 都是在生活中 我们可以直接去体现的 直接去体认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段话的这个论述 以及我们把重点放在 有没有中阴生的这样一个争论上 不如我们把这段话当作是 佛子比丘在提醒我们 佛头的原始的教会 是更重视我们六根对六成的 那样的一种觉知上面 那么因此在四的这一块 那么因此在四的这一块 他认为你要重视的是 你的六四的功能 也就是说 我们要让我们的六四 言耳鼻舌生意 这个六四 保持在一种清明的 觉知的 了了分明的状态 这个是重点 那相对来讲 如果这个六四是混沌的 这六四是不分明的 这六四是颠倒的 那么你这个十二支圆球 到了第三支 你往下走 他就是颠倒的 就是无明的 所以我们今天到后面 还要借用这个 一行才是他一个很精彩的 一个论述 我们后面再来看另外一张图 所以这个是关于佛子比丘的这个 谈到缘起的原则啊 第四项我想在这里 值得我们来深思的 第五项 请Glase 第五 在缘起的过程内 只有缘生法 也就是说一切现象 都要有其他条件的相互依存 才能产生 而且也仅仅是上那生命 接着便继续 辗转相依地 延伸出其他现象 等一下 惠玲 我建议你把那个滑鼠那个 箭放在那个空板里 等下 点一下它就整个屏幕会整个跳到下一个屏幕 不要一直这样滑滑滑 然后看起来会眼花 你试一次 点一下 对 那就自动会下到下一页 再回到上一页 OK 好 谢谢 这种由各种条件相互依存 而产生的现象 成为缘起 在此有两个重要的原则 值得 我们注意和研究 第一 别产生自我而成为常见的人 第二 别产生与自我相对立的观念 认为什么都没有 这是断见 更正确地说 只要保持中立 即所谓的中道 就不离原生法 好 这段话又给我们提示两个重点 第一个 如何跳开断肠二见 我们平常比较容易落入什么呢 落入那个某一个东西的所谓 有一个东西在那个地方 延续的那个所谓的常见 然后断见是抽象想出来 就是说 我不相信这个是真的有个东西在那里 所以就会另外一个对立性的一个概念 跳进来 就叫断见 所以龙树菩萨在中论的这个一开始 就有所谓的八步圆祈颂 就是圆祈的四步 四个不二 就八个不祈子是四个不二 表面上是说不生意不灭 不来意不去意不长意不断 这个不依意不异 我们看到一连串的步 所以日本的学者像高南孙世郎 京都学派重要的这个大师 他就认为龙树菩萨就是一个 非常典型的否定主义者 这个呢 只看到外相没有看到核心 因为八步本来就不是八步 八步是四主的不二 八步是要讲四种不二 否定只是否定两边 但不是否定全部 所以你把八步解释成为一种 全面的否定主义 这是一种误解 比如说有生就有灭 所以生灭是二边 那现在龙树菩萨强调说 缘起的真相 缘起的核心的法则 叫做不生意不灭 不是有一个有自性的东西在那里生 也不是一个有自性的东西在那里灭 生是因缘生 灭是因缘灭 不是真的有一个东西自己在那里生 在那里灭 所以从缘起的无自性的角度说 不生意不灭 所以这是完成的第一个不二 这个是从这个角度 切入了不二法门 对不二法门的一个第一个 非常直截了当的切入 不二 比如说我们讲一个 大家常常想到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有生死轮回 那么是不是人生了 然后生了 然后生了 最后老死了 然后老死以后呢 我们就以为有一个人生了 然后又有一个人死了 那就是有生有灭 可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去看 生从哪里来 哦 他有过去的业缘 所以他会投胎转世 然后会重新有他的一个什么 随着他的业而流转而投胎的 这些业缘 所以生不是无中生有 生是从过去世的因缘里面 积累积累积累 然后随着那个因缘而生 像我们现在正在讲的 这个六道的这个轮回 他其实六道只是一个概括的一个分类 人道中一样有六道 天道中又有六道 它是一个从从无尽的一个生命的结构 所以你不能说无中生有 不生是因为他不是无中生有 那不媚呢 不说人这一生我们的生命结束了 断气了 然后那个生命就没有了 不是 不是那么单纯 他会随着他这一生的 他自己的业缘 随着业缘就是他这一生激烈最强的习气是什么 他走的时候就往那个方向走 所以这个广青老和尚对人往生的时候怎么走 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提示 第一我们走的时候随念而生 就是你临终那一念在想什么 那是你往生投胎的一个最大的牵引的力量 就是你最后那一念是什么 比如说念佛的人 他心心念的都是佛号 都是阿弥陀佛 都是极乐世界 所以他临终那一念 如果放在那个佛号上 他必定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如果是修念佛法门的朋友 你就心不要离开佛号 你就养成那个习惯 也不一定的我们投胎转世 才要决定在这一念 日常生活中 像我的老师 这个李秉兰老师 他特别强调念佛人要重视第一念的修行 第一念 比如说如果你的日常生活里面 踢到一个石头了 阿弥陀佛 你一个什么东西突然的 没有预期的听到的声音了 阿弥陀佛 如果你每一个当下 你每一个第一个反应都阿弥陀佛 我现在告诉你 你的心就最后那个 不管那个时候出现的第一念都是那个佛号 都是阿弥陀佛 你心心念念靠在那个阿弥陀佛的佛号上 你这样的临终要走到别的地方也没机会 就必定是跟阿弥陀佛现前来相应的 现前来接引的 念佛就要念到这个地方 像我岳母 Grace的妈妈 她念佛念到什么程度呢 在慈祭医院 台北的慈祭医院 然后呢 她念到 在阿弥陀佛的时候 最困难的阶段 连睡觉都在念佛 连睡觉她出来的声音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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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往生才奇怪了 因为佛法都离不开因果 我们今天讲圆起 十二支圆起法 讲这个圆起就是从圆而生 从圆而有 从圆而流转 所以在生活中怎么样抓住这第一念 或者我们刚刚说像一个东西 我们传递一个物件的时候 不管是一个茶杯 或者一本书 或者一支麦克风 在那个传递过程中 如何保持那个念念分明 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所以我们上个星期来特别提到 一行禅师跟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神父 Thomas Morton 他们一次无言的对话 就是在那个开门跟关门的当中 完成一次非常殊胜的对话 所以我们看 网军脑上说呢 人往生的时候 三个东西在带你 第一个是你的念 随念而生 第二个 随夜而生 如果你这一生造很多杀业 造很多的恶的口业 你临终一定是障碍重重的 你临终一定是障碍重重的 我们临终的时候 是跟平常的夜 就是我们行为的模式 跟我们的串习 特别有关系 所以我记得像西藏生死书 这本书的作者 所感不切 他有一天在台湾演讲 有人问他说 我们会怎么样走 怎么样决定我们将来怎么走 他说 你平常怎么活 你将来就怎么走 如果你平常就是一个很吝啬的人 你临终一直走得特别辛苦 你什么都放不下 你平常就是乐善好施 随喜随缘 你走的时候就走得很轻松 所以第二个是随意而生 第三呢 这广老讲得很重要的 随愿而生 就是你平常有什么愿 你最大的那个愿 就会带着你将来往哪里走 那特别是念佛人 你要求生极乐世界 所以你这个愿很坚定的时候 你就一定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不用担心 像我们最近有一位同学往生了 我们也很不舍 但是他往生以后 很多他平常结的缘都出来了 好多人到台大医院的祝念室 为他祝念 连我把这个同学往生的讯息通知我阿里山的师父 我的皈依师父之一 我们那个赵智师父 他是在一个提倡念佛的一个修行人 但是他的师父 他的传承是禅宗 因为他是来国禅师的再传弟子 来国禅师身边有十大侍者 最重要的就是伦参老和尚 伦参老和尚 来到了台湾 去佛光山拜访这个新云大师 然后跟新云大师说 你可不可以你们东方佛教学院 这个毕业生给我派两个学生过来 到我们阿里山来帮忙 所以我们那个新云大师就推荐两个法师 去了阿里山 其中就是包括我们这个赵智法师 所以我们每一次去阿里山参加这个师父主持的这个禁食营 清净的禁 最喜欢就听师父开释 因为他的开释里面 他叫你念佛 可是他开释里面更多的禅宗的那种禅期 我很希望同学们有机会一定要去阿里山 争取去阿里山参加这个禅期 就是禁食期 总共投为七天 一边念佛 一边吃有机的饮食 一边教你这个养生之道 所以我刚刚讲到说像广清脑上讲到往生的三个力量 随念而生 就是你的念力 第二个随业而生 就是你的业力 第三随你的愿 随愿而生 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惠灵菩萨念的这个有关缘期的这个原则当中 第五项 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到 不要落入常见 也不要落入断媚见 因为生不是无中生有 寐或者我们讲死亡 也不是死亡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那一个业缘那个串息是还在持续的 第六项 Grace 以叶的角度来看 缘期显现的是 非 是非黑非白叶及黑叶 白叶的灭尽并把伏叶非伏叶和不动叶全都当作是苦 必须超越这三种叶才能够彻底灭苦 这样叶才不会成为执着自我或一切常见的所在 换一下说我们在观察十二次元气法里面的这些我们的叶行 不要从那个黑白或者非黑灰白 从那个角度去看 我们要看的是魅静 就是怎么样把这些叶行 不管它是善的不善的 怎么样把它进化 这个Purify 把它进化清净让它清净 这个才是我们十二次元气法里面的一个重点 我们世间人比较会着重你的夜缘你的夜报 到底是苦啊 热啊 非苦非乐啊 但是从十二次元气法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更重视的是How to Purify 怎么去把这些东西让它清净 这是第六 第七 而现见才是佛教的原则 以一次流转包括三世的方式来诠释元气 就不是现见的原则 元气的十一种状况都必须不离现见 这才是佛说的原则 这一段话的意思是给我们强调一个观念 叫现观 这当然翻译的不同 没关系 现观 就是佛法那么谈的东西 我们可以讲 它不重视一种抽象化的论述 它不强调一种概念化的论述 它要的是现观 就是你当下直观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今天谈观呼吸 anapanasati 当我们谈观呼吸的时候 我不是在讲观呼吸那些理论 那些抽象的方法 我要是你现在当下就体现 当下就要实证 所以这种现观现证 是佛陀说法的根本精神 因为现观 然后你成就了就变成现证 现就是当下 present 第八 在经典中解说缘起的方式有许多种 譬如 你可不可以把那个节奏再强化一下 在经典中解说缘起的方式有许多种 在经典中解说缘起的方式 太快了 无名到劳死苦 顺缩缘起 从劳死苦 二 二 从劳死苦到无名 逆缩缘起 这顺向与逆向的两种解说中 也有缘起的缓灭 三 从跟进的接触解说起 直到产生是 处 受等 但不必提到无明 是 从受 开始 相续到苦 老死 无 最后也许是最奇特的说法 生和灭在一起 在一次缘起的运行中 同时解说 也就是无明缘形 行缘事 事缘名色 直到受 缘爱 受缘爱 并反过来说明 爱灭即取灭 直到苦灭 这是最奇特的说法 这种说法的含义似乎是说 即使缘起已发展到 爱了 也有可能 即刻产生正念 而中断了爱的流转 并倒转过来灭除苦 如果我们把经典中 各式各样的缘起 拿来讨论 那将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 缘起实在不必涵盖 三世 这一段话 有四个重点 我们要放大来讨论 第一个 这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 缘起的 顺观跟逆观 也就是顺观就是流转门 逆观就是环美门 第二点呢 他特别提到的这一点是说 也就是跟我们上面第七项呼应的 佛什比丘在他的十二次元起法的论述当中 因为生跟媚都是一个缘起的因果关系 然后第三点 他认为这也是最奇特的说法 我们总认为 如果少知缘起法是因为我断了无名 所以就缘无名媚 所以就行媚 行媚所以因为就名色媚 但是他认为并不一定要这样 比如说十二次元起法 你从无名行事名色六路处受爱去 你在爱生邪的时候 那个当下就可以逆转 不一定要等十二次元起法走一圈 然后才从无名那个地方开始做功夫 不是这样子 是无名的这样的十二次元起法 从无名开始启动这个过程 可能每一次都是你逆转的关键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 生活中的恋恋分明特别重要 生活中的每一个恋恋分明 所以我觉得在二十四里面 有一个很精彩的表达 就是这个静慧牢上强调的生活禅 就禅在生活当中 日常生活中 功夫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离开生活再去谈那个禅 那个禅就变成跟我们有点距离了 所以叫生活禅 所以我们看到刚才这个说明当中 那么佛事比较特别强调 即使元起已经发展到爱了 也有可能即刻因为产生正念 而中断了爱的流转 因此即使是一见钟情 也还有开悟的可能性 重点是你是不是在那个当下 你回到正念 这是最大的关键 请大家记住这个原则 每一个当下回到正念 你就是进入环美门 每一个当下你离开了正念 你就在流转门 你就在轮回中 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 修行上的一个提示 所以最后第四点就是在 在这个佛事比较里面最后一个总结 元起实在不必涵盖三世 就不一定要 这个所谓三世不是过去现在未来 而是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 不要推到那个轮回的三世去解释 不需要 我认为这一点是我受佛事比丘 感动最多的地方 每一个当下不是环美 就是流转 就在每一个当下 所以每一个当下 因此我想今天我想 带大家来读一段文字 我上次有传一篇东西给你 关于那个一行禅师写了一篇序言 对 我们现在中午中间先不休息 我想这一段话特别特别的重要 请那个Grace来读一下 一行禅师在台湾的这个许多地址里面 Grace大概是跟一行禅师跟随的时间最长 然后也似乎特别的赏识的地址之一 然后呢 这篇文章不是我在一行禅师的著作里面看到的 是有一天那个圣言法师呢 送我一套圣言法师拳击 我是在他的拳击里面 看到说 一行禅师怎么还帮那个圣言法师写了一篇序言 是从那一个圣言法师的著作里面看到的这篇文字 然后我后来 因为那个时候 那个圣言法师给我说 只有那个 就这篇文序言只有英文版 所以我自己把它翻成了中文 那我想请Grace来念一下 一行禅师 原觉经讲迹 英译本序 不要就念中文就好了 在 等一下那字放大一点 大家方便 杭句也加大 字放大杭句加大 在活陀的真实教法中 完全的开悟 原觉是由不完全的开悟所造就的 这就是说 在您日常生活中 每一个念念分明的声口意 作为中 已经蕴含了完全的开悟在其中 您不应该在日常生活之外 耗尽力气 去寻找完全的开悟 好 这段话很简单 但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这段话很 很清楚告诉我们 刚刚提到的 这个建慧法师提的 这个生活禅三个字 就在生活中 我们的开悟 我们的修行的提升 就在日常生活的 每一个 身口意的作为当中 身是我们身体的行为 口是我们说的话 意是我们当下的每一个念头 所以一行禅师 直接聊天说 你不应该在日常生活之外 去另外寻找所谓的大策大悟 再往下一段 假设你正在Porsetton与New York之间的道路上开车 向北是Porsetton 向南是New York 如果您要往Porsetton去 您就要确定 您是向着Porsetton的方向开着 只要您是向着Porsetton开 那么Porsetton已经在您的脚下 如果您是向着New York 开开着 那么Porsetton就不见了 虽然不见了 但只要您知道 怎么样找个地方 回转 那么Porsetton 人是在那儿等着您 这条路上的每一个点 都通往Porsetton 这条路上的每一个点 也都通往着纽约 完全的开悟 与完全的无明 根本没有差别 它们相互包含 我希望同学们特别要体会这段话 每一个当下 都是开悟的机会 但每一个当下 也是无明的延续的 当下 如果你懂这个道理 我们每一分钟 每一秒钟 每一个念头 都应该非常雀跃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活着当下 在我们呼吸的觉知的每一个当下 生命是如此的令人雀跃阳光 所以 有时候我们看一个人迷的时候 不要给他贴一个表演 说这是一个迷的人 没有迷的人 只有迷的时刻 因为不会有一个人完完全全的迷 同学明白这个意思吗 那个迷只是在那个当下他迷了 在那个念头当中他迷了 但他不会永远的迷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 拿开车做比喻 所以你要从纽约 纽约在美东的这比较靠中间的地方 然后波士顿在美国的这个东部的北边 所以如果你开了一部车 你说我要去波士顿 那你要确定 你要确定 你这部车子的方向是 to the north 是往北开的 这个话什么意思 如果我要走在波若金的 大支度论的那个开悟的这条路上 那我要确定 我在生活中 我随时都保持念念分明 如果你每一个当下都动不动生气 你每一个当下都动不动骂人 每一个当下都动不动做糊涂的事情 那就表示什么 你明明要往波士顿 可是你的车头是向着New York 了解这个意思吗 所以1999年 一行禅师到扬州高明寺主持一个禅期 当时共同的主期和尚是高明寺的德灵方丈 然后一行禅师讲一段开始 讲到一半的时候突然说 当代有请你来替我翻译 为什么 因为他黑板上写了两句话 说There is no way to enlightenment Enlightenment is the way 他要我极其翻译 我就用八个字来翻译这两句英文 第一句话叫做 物极是道 你可以打出来吗 大字一点 第二句话 我把它翻译 物无别道 第二句话 第一句话 物极是道就是说 什么叫开悟啊 开悟就是你的生活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要把一个麦克风递给慧灵菩萨 我念念分明的把这个东西递给你 慧灵念念分明把这个东西接到他的手上去 这一个过程就是一个开悟的过程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正在念念分明的完成一个事件 一个event 我们不要想象开悟是另外一种很特殊的身心状 不是开悟就是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就是这么清楚去完成一件事情 身口一三叶就那么清楚的 念念分明的把它完成 然后那就是一个开悟过程 所以所谓的开悟它就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一种开悟的生活方式 物无别道 不要以为我们生活的方式之外 另外有一种东西突然发生了 突然爆发了 然后那个东西叫做开悟 不是的 离开我们的生活方式 没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开悟 这个是一行禅士 如果我们要挑出一行禅士 最有代表性的十句话 这是其中之一 其中之一 There is no way to enlightenment Enlightenment is the way 开悟只是一种对生活方式的抉择 你抉择我要慈悲对待别人 或者你抉择我要用暴力来对待别人 你选择我要用慈悲心来跟人家对话来聆听 或者我选择是用暴力的这个心态 动不动要攻击别人 要挑剔别人 要毁谤别人 开悟就是一种生活中对你的生命态度的当下的抉择 你选择慈悲或者你选择暴力 你选择恋恋分明或者你选择无名颠倒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佛陀在三十七档里面讲到七觉之 第一个告诉我们是抉择 抉择 我们生命中永远在每一个当下每一个恋恋我们都要面对抉择 也就是一样在每一个处六根对六层每一个处的当下你要做出一个抉择 我要抉择恋恋恋分明 或者我的抉择是无名颠倒 在台湾 也一位我们大家都非常尊敬 非常值得我们尊敬的一个长老女 叫小云法师 她是台湾第一个创办佛教大学的了不起的人 在非常困难的环境创办了华幻大学 然后她整个华幻大学的整个教育的核心理念 叫做绝的教育 老人家办过很多次的国际佛教教育会议 有一次小云法师请我去发布了一个论文 我就特别选择了小云法师对七觉知的诠释 作为我论文的主题 因为绝的教育就是七觉知的教育 那我希望大家特别注意到 觉知两个字 觉知 知就是分知 就是一棵树它有七个枝干 佛陀认为我们的觉 它有七个主要的分知 来建过这一棵大树 觉的大树 这棵菩提树 菩提树就是觉悟之树的意思 而第一个叫做择法觉知 在你念头生起的每一个当下 要知道你必须有所抉择 你可以选择英寻 就是继续你的重复你的不好的习惯 继续你骂人的习惯 继续你的这种这个暴力的习惯 但你也可以当下说 我要放弃这个 我必须操为我自己 我要把累死累结那种恶口的习惯 我决定从现在开始 我要跟它断绝关系 断绝往来 你要下这样的一个决心 所以八正道里面 第一个是政见 第二个就是正思维 正思维就是正确的决心 我下定决心 我当下通过我的择法觉知 我选择正念分明 我选择慈悲 我选择和平 我们改习系是这样改的 所以我觉得一行禅师的这篇序言很简短 但是是很受用的 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 在前那个国内世纪训练 所以他举的这个开策例子 真的是太精彩了 人生就一直在一条路上 然后每一个当下都是 看你的抉择 没有啦 后面还有两段 但是我因为这个地方 只把那个最重要两段摘出来 那我们就先到 讲到这里也就可以 记住 永远要找到你生命中 最重要的回转点 You turn 我们要改变习系 我们要改变命运 就是在每一个当下如何转念 转念就能转业 转业就能转命 因为我们的命运决定在我们的业 我们的行为 而我们的行为决定在我们的念头 那么我们稍微休息三分钟 再来继续下面一段 佛子比丘的这个 缘期的原则的后面的部分 好 同学们 刚才提到一行三次的这两句话 非常重要 There is no way to enlightenment 没有别的路可以通向开悟 因为 Enlightenment is the way 因为物本身就是一种开 就是一种开悟的方法 开悟本身就是一种方法 就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请问一下这个有投影出来吗 因为这两句话 可能一般人并不熟悉 所以我们从一行禅师的这一段话 那么再回头来看 佛子比丘的这个 缘期原则的论述 我想请那个慧玲念第九段 缘起是刹那的现象 而非恒常 因此所谓的生或死 必须放在一般人 日常生活中的缘起流转中说明 也就是如前面第一段 所说的 在跟进接触时 失去正念 我们可以轻易地看到 当贪嗔痴等烦恼生起 自我就已经诞生 每一次就是一生 如果有谁还喜欢今生 来生这些名词 就得掌握刹那的生 这样我还可以接受 因为他还能契入真理 当下可以体振并受用 如果要依照日常用语所说的 生 生梦从母胎所生 如果要依照日常用语中 所说的生 也就是从母胎所生 这就不是缘起的语意 他将阻碍我们对缘起的理解 接下去 我们因重视眼前可及的来生 只要想克服就能做到 这比起无法预知 投身于何处的来生 要好得多了 这一段话很重要的 如果把十二世元旗法里面的生 一直到老死 解释成这一生 然后到下一生 那你的修行的那个觉知是不够的 细腻度是不够的 现在 佛子比起书要等于是告诉你 你的下一念就是你的下一生 你现在生起这一念就是你这一生 哇 这多厉害啊 我们当下每个生起的念 我们就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 而我们的下一生当然 就在我们的下一念 这跟我们前面讲的 你命忠实 什么东西决定你的来生 你的念啊 就是你的念啊 这是我们要警惕的 记住 你的下一个念 就是你的下一生 你要保持这样一个最高的警觉 同学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为什么很多人学佛会音讯怠惰 因为他想 下一生就是 就是我的下一生就是下一个轮回的来生 而不晓得其实每一个念本身都在决定你的今生以来生 归指下一段 十 仅仅在理论上讨论的缘起 称为哲学 它没有多大用处 大可不必 真正的缘起 是一种修行 它可以不让苦产生 以及当根与静接触 接触时 对六根都保持着心觉 以这个原则来守护六根 而不产生漏 这才是圆满的缘起环灭 即使你不以缘起称之 实际上还是同一件事 这种缘起 叫做正道 怎么样对六根 保持醒觉 所以你会发现 不管是一行长期讲的 或者现在佛史比丘讲的 都是告诉你 修行在当下六根 所以我很喜欢 我们台湾最卓越的书法家之一 我们的杜忠光老师 他有一天写了一句话送给我们纽西兰的朋友 叫做那句话我最受鼓舞的是 因为他写 五蕴三头好修行 因为我们这个五蕴合合的这样一个身体 就是我们修行用功最重要的地方 你看五蕴里面的色蕴就是我们的身 然后受想行事 就是我们其他的五根 所以五蕴三头好修行 禅宗很多古大者都是提示这个概念的 所以我们今天同学们 不管坐在教室里 或者是透过我们的直播 在很遥远的地方 我们现在上这个课的同学 有很多地方 这个是现代的科技的方便 给我们创造一种不可思议的一种 学习佛法的一个方便 我都希望大家能够体会这句话 五蕴三头好修行 五蕴可以是障碍 如果我们不拿来修行 我们有这个五蕴 那就回到老子那句话 五有大化 唯五有生 我生命中最大的灾难 就是我有这个肉体 但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让生命 好像看的是比较不阳光的一面 这里告诉你 五蕴三头好修行 如果在六根 每一个当下 都能够升起 省觉 保持正念 修行就是这句话 说穿的就是这句话 然后你生命中 每一念 都是你make a new turn 都是你回转的大好时机 我曾经花了八个月的时间 讲一部书 就是罗帕仁波切的一个著作 叫转念 转念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种 修行的关键 怎么样及时转念 你念转不过来 就掉到贤爱去了 转念就是贤爱乐 所以我们这三个星期 可以持续地透过佛子比丘 透过张成基博士 透过一行禅师 来跟同学们更深入地论述 这个我们生命轮回的真相 那我们再回到那个六道轮回图 生命之轮 我们从罪孽圈看吧 放大罪孽圈 好 十二支元七法的流转门 就是以三毒贪嗔痴 作为根本的动能 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住着 这三支动物 我们每天都用各种各种的营养 来壮大这三支动物 看到别人的过失 看到别人的错 然后壮大我们的称心 把我们的称心合理化 神圣化 我们不能制造我们的幻想对象 来滋养我们的贪心 那特别是现代这种广告学 这种传销学 很发达的时候 我们那个贪心 就是我们这只鸡 可以吃的东西可多了 所以我们内心里面那只鸡都很肥大无比 然后我们看到这一头猪 鱼翅 有各种各种虚伪的宣传 在撞到我们的鱼翅 撞到我们的无名 所以我们要停止轮回之轮 要让这个生命之轮 由顺向的流转门 倒转过来 趋向环美门 那就是要选择 一个黑道一个白道里面 做出正确的抉择 如果你教的是二知识 你欣赏的是二知识 所给你的传播的一些无名的见地 那你就是一定是向下坠落了 如果你亲近真正的善知识 你就会有很好的机会 那么生命走向正能量 走向正大光明的这样的一个道路 然后从这两条路里面 更细更细地开展出来 所谓的六道 而这个六道当中 我们已经讲到六道 慧玲 我们已经讲到六道 你把它缩小才能看得到六道 那这个时候 所谓美好享受的地方 就是所谓天界 那么出于我们最大的称恨心 计较的心 斗争的心 那么我们所呈现的生命 就是一个阿修罗道 那如果我们放纵我们的贪心 贪婪的心 甚至于 在我们这样一个教育非常发达的时代 网路非常发达的时代 我们可以开展出来的各种骗术 那是旷古未有的 现代的文明越发达 人的骗术就越升级 然后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称恨心 放纵到极点 那就是往第一道走 那么如果我们不学习 我们就是一定是往畜生道走 跟畜生没有两样 所以六道里面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人道 为什么诸佛 过去现在未来诸佛 他一定要出生在人间 在人间成佛 因为人间有两个极端的可能性 在人间为恶可以成为罪恶罪恶的 在人间为善 也可以成就最大最大的善 所以我们来到人间做人 是非常不容易的 然后佛陀把我们所处的这个 轮回的世间 取了一个名字叫说佛世界 说佛就是堪忍 我们这从过完年到现在一直在讲 六波罗蜜里面的忍辱波罗蜜 安忍波罗蜜 就是要大家了解 我们已经出生在人间 我们出生在一个 说佛世界 而说佛世界这个说佛两个字的意思 中文就是堪忍 堪忍 就这个世界不好 但也没有不好 好像让人家非要去死不可 只要你愿意忍耐还OK 换求这是一个勉强过得去的世界 财富很多人有他的烦恼 贫穷人也有他的烦恼 有子女的人有他的烦恼 没有子女的人也有他的烦恼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我们把生命的焦点 放在苦与乐 那你就永远在那边七起伏伏 波涛汹涌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佛师比丘的开示里面 特别跟我们强调 心不要放在苦乐的两端 而看待如何进化我们的生命 苦也可以进化 乐也一样可以进化 超越苦落二边 然后生命走向纯净之路 所以刚才佛师比较强大一个东西很重要 修行最大的关键就是六根保持行决 而最大的如何不产生肉 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有肉了 肉就是缺陷 我们作为一个人 我们最大的肉 就是贪嗔痴 再增加细一点 就贪嗔痴慢疑 这都是我们的肉 所以为什么这个欺骗的骗数 有地方可行 因为我们有肉它才能够趁虚而入 别人才有可能趁虚而入 因为你贪 所以对方就利用你的贪 然后把你引你上钩 所以佛教的最高境界叫无肉 涅槃就是无肉 世间法就是有肉 有缺陷的 所以我们刚刚讲 五蕴三头好修行 因为这个五蕴三头 五蕴是有肉的 但如果在这个有肉的五蕴之身 有肉的身心当中 来保持六根的醒觉 我们就可以借有肉来成就 无肉的法身 这就是人生的精彩 人生的最大的意义 最大的价值 所以不要害怕有肉 而是看我们有没有无肉的决心 向着无肉这个方向来努力 那我们同修之间就是要做善有相赦 善有相互扶持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大家相互的支持 最后我想要跟大家谈的是 通过这三个星期有关生命之轮的探讨 因为我们谈到了轮回 那我们知道有很多人是绝对不相信轮回的 但轮回是生命的现实 虽然我们看到在十二支元起法的这个诠释上面 我们看到佛斯比丘在 这一本中文书里面 就是他对十二支元起法的这个诠释 台湾的这个相关倪生团 把它翻译作生活中的元起 我们今天所念的元起的法则 就是从这本书里面摘出来的 虽然老人家在这本书里面 告诉我们十二支元起法 不需要用三世轮回来诠释 但是你千万不要误解 有的老人家反对三世轮回 没有反对 只想从修行的角度 把生跟老死与其解释为 这一生跟来生 不如把它解释为 当下这一念跟你的下一念 这是他高明的地方 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引述 这一段说法的一个最大的理由 以前才是有一本书 中文版叫佛陀之心 在海蟹两岸都用这个书名 那这本佛陀之心是目前我们 对佛法的诠释 当代的佛法的诠释当中 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本 现在请大家注意 一行禅师把十二支元七法 画成这个图 那这个图很好玩的在哪里呢 它最上面最核心的那个地方叫什么 ignorance就是无名 无名 然后他把那个十二支元七法里面的其他十一支 都画一个箭头 请你把那个一二支把它放大 请同学注意一下 从那个ignorance的无名开始 然后就有无名原形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的那个volutional 这个action 就是因为无名而生起的行为 所以叫无名行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无名 你看从 慧玲你帮我那个拉过来一点 因为我现在要这两支连在一起 向右下角拉一点点翻 没有办法再调吗 我现在要请同学注意的在哪里呢 就是一行禅师他把那个无名跟行 你们把那个箭头有办法再放大一点点 好 请同学注意一下 你看到这个箭头是单向或双向 单向吗 我们 慧玲你最近你看到的是单向或双向 这个是什么呢 箭头往下就是顺关 就是扭转门 那如果箭头是往上 那就还妹们 就是从你的那种无名的行为 自己当下反正 我怎么这么无名我干嘛生这个气呢 我干嘛老是无名火上来了 了解这个意思吗 就是每一个当下你都可能是 往下推 所以无名行事六四名色这样一直往下推 但你也可以每一个当下 你在生气当下马上就 关照一下 所以每一个行为 身口意行为的当下 随时照他一下 这是功夫最容易得力的地方 照他一下 所以我们把整个图缩小一点 不好意思 因为我这个图是从他的著作里面 直接翻拍下来的 我要强调的在哪里呢 一行他就认为十二四圆起法里面 是以无名为核心 但是无名不是绝对的无名 就是我们在那一篇 他帮圣言法师写的序里面 明跟无名是相互包含的 在你那个当下 你多一点六根的觉醒 那个当下他就是回到明 如果你没有把那个正念提起来 他就继续往相反的方向走 就是无名 所以十二四圆小姐妹 以无名为核心 然后其他十一支 他可以向着无名 也可以拉过来 变成是环昧 这是我觉得我们目前 就是在这一百年来 我看到了一些相关的 佛教的著作里面 一行才是这个论述 跟佛史比丘这个论述 是特别特别的 有他很深入的地方 然后再回到应孙导师所讲的 因为对今天所讲的这三个星期讲的论述 我最先接触的是应孙导师的这个论述 然后后来又看到了佛史比丘的著作 又看到一行斩 然后这三个人讲的其实一个东西 最后都回归佛陀 所以我们这个三个星期的课 虽然没有直接针对大致多论的这个本文来谈 但是我们现在所谈的将来 特别是我们安人波罗蜜讲的 接下来就讲金进波罗蜜 那金进波罗蜜我们就看到荣书 花相当大的篇幅在讲六道轮回 而且讲了特别特别特别的细 光是地狱里面就有各种不同的地狱 然后不同地狱是什么因缘 你会下这样的一个地狱 而且要受怎么样的苦 都是极端的 所以我们生活中要避开极端性格 有极端性格的 那你将来一定就到最极端的地方去 而地狱就是最极端的地方 有最热的炎火地狱 也有最能的寒冰地狱 像我们现在二十一世纪 最可怕的是世界各地极端主义盛行 所以只有佛陀的宗道 才能够真正的让这个世界回归活平 最后我要说的是六道轮回图 以及说它是一张图 不如说它是一面镜子 为什么很多的寺院它门口 它要画这么一幅六道轮回图 是因为它要你 当你看到这个图的时候 你不是看一个跟你不相干的事情 你不是看一个外在的世界 你在看你自己的心 你当下这点心 在六道里面哪一道啊 你是沉溺于天道的喜乐呢 或者你是 陷溺在这种地狱的 这个称恨的苦里面呢 或者在贪欲的这样的一种 所谓的这个恶鬼道的这样一个 贪婪的这个饥渴当中呢 或者你是在一种傲慢 斗争的这个心态当中 那么跟阿修罗道相应 或者是跟畜生道相应 你不求智慧 你就是在无名颠导妄想中打转 或者你愿意接受 你今天生而为人 在人间的这种堪忍的世界里面 善用每一分每一秒每一种善缘 然后让生命可以向上提升 每一个当下你都要面对这样的抉择 所以六道轮回这一张图 让你看到你的心 是跟贪嗔痴的哪一个相应 看到你跟白道黑道哪一道相应 看你跟六道里面哪一道相应 最重要的是 跟十二支缘起粉那边 当下哪一支 你有起最大的心觉 所以我特别特别在佛教的各种艺术的呈现当中 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六道轮回图 它是我们 我们可能一天到晚都会找镜子看自己 现在尤其什么手机还有自拍 但是我觉得最值得让我们去看了一张图 就是六道轮回图 因为它是我们心的镜子 最近有一部电影台湾卖座特别好 韩国片叫与神同行 我们没想到这个 韩国它竟然可以在电影里面 创造了一个名字叫夜镜 就是你过去造什么夜 然后你看了 你看到你的活着这一生 你是在干什么的 叫夜镜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下个星期 我们要播放预录 就是我们要最大致多论的第十四卷 从那个大致多论的论文上面 那么来探讨安忍不容命 什么叫做安忍 为何要安忍 然后我们下一期 接下去 我听说那个基金会这边公布 四月几号停课一次 对不对 因为清明节 请问是几号 六号 所以我们四月六号是停课的 停课 记住四月六号停课一次 因为是清明节 然后在过去那个星期 我们就要继续来讲这个安忍不容命 那安忍不容命 我都把它定义为甜蜜不容命 因为你知道安忍不容命是叫我们耐烦 耐什么 耐麻烦 第二个要耐烦恼 我们是带着烦恼夜暴之身来的 所以你叫我们没有烦恼是不可能 所以你要对烦恼很耐烦 如果你不耐烦呢 很简单 你就会被麻烦把你烦死 让烦恼把你烦死 让你活得很没有意义 所以要成就菩萨道 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要成就欧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最要紧的就是耐烦这两个字 你有多少耐烦 你将来成就就有多大 成就就有多高 成就就有多快 耐烦 不耐烦只有四个字 一事无成 然后活得很痛苦 所以我们这三个星期的课 是为我们安忍不容命 做一个比较全面性的 宏观的这样的一个铺底 所以下个星期开始 我们就回到大制度论的论文来讲 安忍不容命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我们这个课 我现在是比较一个宏观的角度 把大制度论的精华 从各种不同的角度 来做一个全面性的诠释 然后我们后面还有几个 很重要的朋友要来 有韩国专门研究华言中的 一位韩国法师从美国来 还有我们印度的 这个室友居士 他也会到台湾来 我也希望他有机会来跟大家 在课堂上可以见见面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 大众请合掌 恭送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观至在菩萨 行身般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设例子 设不亦空 空不亦设 设即是空 空即是设 受想行事 亦复如是 设例子 是诸法空向 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不争不解 事故空中无设 无受想行事 无言耳鼻舌生意 无设身香味触法 无厌界 乃自无义世界 无无名义 无无名境 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境 无苦即灭道 无智亦无得 亦无所得 菩提沙多 以波罗蜜多顾 心无挂碍 无挂碍顾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就近涅槃 三世诸佛 以波罗蜜多顾 得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故知波罗蜜多 世大神咒 世大民咒 世无上咒 世无等等咒 能处一切苦 真实不虚 故说波罗蜜多咒 即说咒耶 gade kade pa la ka da pa la samka da bodhi sula ha Gade Gade Pala Gade Pala Samgade Bodhisattva Gade Gade Pala Gade Pala Samgade Bodhisattva Gade Pala Samg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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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